业绩好大部份应该都可以 因为基数真的低 所以这一个是不能够满足资金 是不是再继续流入 因为可能他们觉得 就是第一季业绩好 他们可能会获利估出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点 所以第二季就非常重要 尤其是指引是怎样 如果那些公司是有第二季的指引 告诉大家业绩我们会继续做好 甚至乎按季都会有动力的话 资金再流入的机会就会大 相反如果第二季都是平平无期 甚至乎有些公司在刚刚公布完业绩的第一季 他们都说不会有那么高增长 放缓的那些大家就要小心 不是纯粹说业绩是否比预期好 那么简单的 你都要看完未来 前景的我们在说 前景会是怎样呢 那是没有那么高墓量的 其实是没那么高墓量的 就是 真的 没有那么高墓量的